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在韩国平昌举行的2023年乒乓球亚洲锦标赛 本届乒乓球亚洲锦标赛是第26届乒乓球亚锦赛的赛事 今天已经来到了本届乒乓球亚锦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介绍到的是男子双打的半决赛 接下来这场男双的半决赛将由中国组合马龙王楚清 来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和张宇珍 那在刚刚结束的男双下半区的半决赛当中 樊志东和林高远是三比一战胜了韩国组合安仔贤朴康贤 率先进入到了决赛 我们也希望马龙和王楚清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能够顺利和樊志东和林高远会师在决赛场 今天的这场比赛马龙和王楚清的对手 现在男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了第一位 今年他们在德班士宾赛和新加坡大满冠赛都是闯入到了决赛 最终是获得了亚军 我们看这场比赛的场外是王浩指导 马龙和王楚清在四分之一决赛是三比一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 黄振廷和何军杰 马龙和王楚清搭档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在本届亚洲锦标赛之前WTT卢贝尔亚纳球星挑战赛的比赛当中 马龙是搭档袁立成 最终是获得了亚军 韩国组合林仲勋和张宇珍前三场比赛有两场都是打入到了决胜局 他们刚刚经历的和伊朗的男双组合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是跌宕起伏的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张宇珍和林仲勋是连追了三局 3比2逆转了阿拉米扬和阿拉米安 在过去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张宇珍他整个正手的能力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那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也是左右手的配队 林仲勋是左手 张宇珍是95年出生的 林仲勋是97年出生的 他们今年是在WTT拉格斯常规挑战赛获得了这一战的男双冠军 中国选手马龙是1988年10月20号出生 王楚清是2000年5月11号出生 王楚清和樊正东的男双的组合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 马龙和袁立成是排在26位 马龙和王楚清搭档的时间不是很长 所以现在世界排名也比较靠后 马龙在昨天是和队友林高远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男子单打 四分之一决赛的决逐 这场比赛最终是马龙3比2战胜了林高远 在赛后马龙也其实也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满意 这样的比赛胜利也会为他增强信心 但同时他也谈到了像乒乓球亚洲锦标赛的比赛 七个单向展开角逐 每一天的比赛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 我们有很多球员在一天当中要进行四场比赛 这个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很大的 尤其是对马龙这样年龄比较大的选手来讲 这种考验就更大 这场硬仗相信马龙和王楚清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本场比赛是由马龙来率先发球 上来发一个短球 然后王楚清面对对方快批底线 反手上手一板过了 我们看开场之后的这两分 马龙和王楚清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 说明在赛前这种自我调动非常充分 马龙抢攻上手 但是这球遭到了张雨珍的正手位的反拉 张雨珍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 王楚清接发球拧拉的这个落点没有拧开 这球差了一点 其实感觉王楚清脚下已经到位了 虽然对方是一个大角度的调动王楚清的正手位 但是王楚清脚下已经到位 马龙其实在前三板上 这种技术是很先进的 也很丰富 现在马龙在出手的时候也是加强攻击性 这个动作很小 但是杀伤力很足 这球马龙是想要晃批到张雨珍的反手位底线 张雨珍侧身正手啊 这个直线的进攻 接发球丢了两个 然后韩国组合进攻拿了一分 哇 这是马龙正手位的反拉 现在比分落后啊 我们需要耐心的去追分 张雨珍发球 现在来看这个接发球拧拉到中路 韩国组合这个进攻还是挺顺手的啊 能够形成高质量的反拉 让我们陷入到被动当中 这球王楚清还是想进台往前去顶 但是回球有一定的质量 这个球想要把落点给拧开 就出现了失误 其实第一局的比赛 马龙和王楚清还是希望在前三板上能够把进攻性给打出来 那同时呢 我们在接发球方面也出现了三个这个直接失误 对于比分的影响和自己比赛节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5比9 马龙和王楚清现在落后4分 好落点 刚才王楚清正手上手的这板球慢拉了一板高调啊 这个球的落点很好 直线的一个落点 随后马龙正手进攻的机会就出来了 先摆 这球在台内的摆短当中 韩国组合是调动了王楚清的正手位 10比6 林仲勋和张雨珍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林仲勋的正手的反拉 这球拉到了马龙的正正手位 这样的话11比6 韩国组合林仲勋和张雨珍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我们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得出来 马龙和王楚清对于对手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 也知道他们进台一旦发动进攻 这种进攻的威胁也比较足 所以在前三板上 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发动自己的进攻 但是你的接发球要享有威胁 那其实也有一定的失误风险 所以出现了几个接发球的失误 那从第二局开始 我们可能要更好的去掌握 比赛当中的胸吻的关系 马龙和王楚清也利用这个取消的时候 然后去进行一些沟通 有效的沟通 现在马龙和王楚清零比一落后 第二局 马龙接发球 先以控制为主 其实第二局上来的这两分马龙的接发球 一上来都是以白短为主 先控制 然后找机会再去上手 先控一下比赛的节奏 林仲勋的接发球拧拉失误 应该台内通过白短和批长 用我们台内的这种小技术 结合落点上的变化 来调动对手 其实这样也更有助于我们把节奏给稳下来 好球 加强第一板出手的质量 对方一旦快P底线了 我们这板球的这个质量还是要有的 这是马龙侧身的一个正手的抢弓 这个角度很大 这球是拧了一个擦边 第二局的比赛 对于马龙和王楚清来讲很关键 开局的时候 这个接发球 马龙和王楚清都是以白短为主 控制住比赛的节奏 减少自己的无位失误 取得了4比1的领先 随后刚才王楚清是拧拉了一个 我们台内球确实控制得很严密 林仲勋和张雨珍不单单要把这个 这个台内的短球给控制住 还要去护长 所以他们这站的也并不牢靠 这球王楚清回摆失误了 没关系 是这一局在来回摆短当中 我们失误的第一个 这球还是有点没有摆住 这个快皮底线 没有速度 接下来的质量分 因为对手不断的破进比分 所以也会有一些压力 马龙来发球 王楚清正守卫的调打 又失误了一个 马龙和王楚清叫暂停了 也让王楚清冷静一下 岁站下来说 可以 稳召 olun 非常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局的开局 马龙和王楚清一度是大比分领先 但是现在被对手把这个比分给破禁了 暂停叫得很及时 因为第一局我们没有拿下 通过刚才的这个暂停 也让王楚清稍微的缓一缓 6比5 马龙和王楚清领先一分 双方回到场上 马龙继续发球 好球 其实我们看到在关键分的时候 马龙的这个出手 还是挺让人放心的 正手的一个反拉 第一板是王楚清的上手 然后马龙的一个跟板 接发球 王楚清领拉的质量很高 得暂停起到了效果 快节奏的一个白短 韩国组合没有跟上 你看回到场上之后 王楚清和马龙是连续涨分 又一次把比分给拉开了 好球啊 机会把握住了 10比5 马龙和王楚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对于这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 这个暂停能够帮助自己的东西 要更多一些 所以你看刚才马龙和王楚清 叫了这个暂停之后 回到场上连续的涨分 他们真正是在这个暂停当中 汲取了一些养分 同样也自己去控制了一下 比赛的节奏 所以在比赛当中的暂停啊 真的是很重要 这王楚清和马龙来搭档男双的比赛 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过程 和马龙学到很多 对于比赛节奏上面的把握 对比赛的阅读 马龙的职业生涯已经获得了太多太多的荣誉了 他现在依然是在这个比赛场上 第一是出于对乒乓球的热爱 第二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有追求 所以每获得一场硬仗之后 他都会觉得信心方面又提升了 那另外一点其实在队内也是在做一个榜样和传承 这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 前两局双方是打成了一比一平 第三局将由王楚清来率先发球 一上来林仲勋吃发球了 控制上手 王楚清中路抢攻半出台 这球马龙也有点吃发球 所以白短冒高了 这台内是张雨珍拧拉上手 滚网之后形成了一个死网 这是一个运气分 二比二 这球 张雨珍处理的还是挺有威胁的 应该是慢挑到了王楚清的反守位 节奏还是挺快的 快批到了王楚清的反守位底线 哇好球 其实这两分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组合现在在前三板上在提速 在这个接发球方面会快速的给到我们的底线 去打这种上选球 这个强相持 拿到这一分也非常长士气 已经把林仲勋打到退无可退了 好球 刚才马龙顶了一板 王楚清扛了一板 你把节奏提起来之后 那进入到这个快速的相持当中 我们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去扛住前几板 只要能够顶住 这个机会就来了 这球是王楚清领了一个擦网 举手失忆了一下 耐心控短之后 王楚清的批偿 现在韩国组合也有点着急了 这种节奏的控制就和教科书一样 让对手很难受 就一直在跟着王楚清和马龙的节奏在走 这球应该是拉了一个擦边 张宇珍的正手 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还是有实力的 所以我们在比分上 尤其是领先的时候 还是要打得更细一点 你看这一局 林仲勋和张宇珍在进攻方面变得更果断了 刚才王楚清是扛了一板 还是在前几板球上 我们是有点下风 对方这个进攻一旦发起来之后 我们在被动的防守当中 还是有点吃力 这样的话 比分来到了6比6平 这两分都是有点吃发球 所以台内给了对手抢攻上手的机会 接下来是马龙发球 控制的很严密 半出台 这个就是台内球的技术 你控制的好了 对方就没有上手的机会了 贸然上手的话 失误率就很高 这球马龙和王楚清已经是很能顶了 最终韩国组合变现 变向了马龙的正正守卫 这个角度很大 确实这个这一局这段时间 林仲勋和张雨珍 这个进攻要更果断 7比7 好球 马龙多准备了一板 这个球 这个球还是很提振士气的 如果被对方给反拉得分了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这个时候马龙多准备了一板 这个正守卫看回来了 快笔底线还是挺转的 这个球 8比8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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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抢攻非常坚决 现在已经到了这场比赛 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 第三局 你一分我一分的这种局面 看看谁先能够打破僵局 接下来是王楚清发球 发一个短的 这球马龙的正守卫又看了一板 10比8 中国组合马龙和王楚清 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这个局末的关键分啊 马龙在自己的正守卫 看了两板 是关键的两分 正守的护台的能力确实很强 接下来考验我们的揭发球 真能防反揭 漂亮 这球王楚清和马龙 防了两板之后 退台的王楚清 形成了反拉 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手转弓 11比8 中国组合马龙和王楚清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 在8比8平之后 我们在这种关键分的处理上要更有信心 这三分下的都很坚决 现在三局比赛过后 马龙和王楚清是2比1领先 林仲勇和张宇珍 其实看完这前三局 马龙和王楚清能够体现出来的更多的还是全面 我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在控制前三板的这个节奏 台内的一些节奏来限制你的上手 那个时候林仲勋和张宇珍是在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 然后这个第三局的时候 林仲勋和张宇珍上手上的要更多了一些 他们的球会在前几板率先把这个球 进行抢攻 然后和我们打这种上拳球的对抗 一度我们是处于这个防守端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力和技术 扛住对方的几板进攻 最终等到对方的失误或者是形成反击 这个就是一种全面的体现 现在马龙和王楚清大比分2比1领先 第四局的比赛 丁仲勋发球 这球韩国组合是反拉到了马龙的反守位 马龙想要借力围一个大脚 球出现了失误 接发球抢攻直线 好球 王楚清的正手反拉 现在就要看林仲勋和张宇珍能不能够顶住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快慢节奏的结合了 第四局的开局 林仲勋和张宇珍落后一分 叫暂停了 拿下第三局的胜利之后 获胜的一方在比赛的士气上有了明显的提振 祝斯克是一代萧球名将 现在是韩国男队的主教练 现在正在进行的乒乓球亚洲锦标赛以及随后将要进行的杭州亚运会 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单向都是有七个单向的这个比赛 所以比赛的强度很大 我们为了更好的备战这两项赛事 所以在亚洲锦标赛开赛之前是在威海展开了集训 加强我们的运动员的体能的储备 台内张宇珍正手调打失误 看马龙在这个台内的技术上主动求变 我可以有慢节奏的先来控短 我可以有快节奏的快逼到你的底线 这是王楚钦在台内正手位的一个调打 比分拉开 这球马龙正手位反拉到林仲勋的中路 其实这个落点是不错的 但是林仲勋扛了一板 反拉到了王楚钦的中路 好球 这个就是技术的扎实程度 王主钦想要追求一板过的这种质量 球出现了失误 6比3 我们现在还领先3分 张宇珍在暂停回到场上之后 失误比较多 受心态的影响 都有点着急了 快节奏的来回百短当中 这林仲勋回板没有过往 现在在8比4 领先4分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看马龙和王楚钦 在场上是选择控制 还是选择加强一些攻击性 还是通过耐心的控制 揭发球白短 这个时候韩国组合心理上的起伏是很大的 所以他们在出手的时候 失误率会比较高 感觉王楚钦这板正手有点跑过了 嗯 控制的太好了 这球张宇珍是想抢弓半出台的 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出台 10比5 中国组合马龙和王楚钦是拿到了赛点 揭发球林仲勋拧了一个 王楚钦接发球 拧丢了一个 没关系 现在手上还有三个赛点 这个时候 也需要我们沉得住气 好球 王楚钦算到了这是一个长球 接发球 侧身正手抢弓得分 这样的话 男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 中国组合马龙和王楚钦 3比1战胜了韩国组合林仲勋和张宇珍 战胜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双的组合 也是在0比1落后的情况之下 连追了三局 3比1逆转了林仲勋和张宇珍 这场比赛 马龙和王楚钦在节奏方面的控制 也是相当出色的 在今天下午的三点钟 体育频道也将会为各位带来 男子双打决赛的转播